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 我们虽然现在正在打坐 不过脸正在静坐的念头 我们先放一边 感觉我们来休息一样 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 眼睛尾盏 上下眼皮轻轻地碰触 睫毛也轻轻地相处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 舒服 我们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 然后我们就采取自己感觉 最轻松 最舒服的桌子 来打坐 最轻松 最舒服的桌子 就是 我们怎么做 我们怎么做 无论是 单盘 散盘 坐椅子 要靠背 都可以的 只要我们感觉坐下去了 感觉可以坐得久 不容易 爽 臂 麻痛 感觉 悬神的 血液循环 顺畅 这样就可以 我们现在正在休息 所以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都要放轻松 因为放松 是我们静坐的 关键 所以我们来调一调 我们的身体 从我们的头部 开始观察 额头放松 眉头也放松 眉间的肌肉 也跟着放轻松 从鼻子 嘴巴 两边的脸颊 也跟着放轻松 我们稍微微笑一下 让我们脸上的肌肉 更加轻松 这个微笑也会带 给自己 愉快的心情 轻轻松松的感觉 进步 也放松 领车 肩膀 哪位 领车肩膀 有提高上来的话 我们慢慢调 把它放轻松 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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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腕 手掌 直到我们 手指 手指头 都完全 放轻松 胸部 胸部 腹 腹 部 背部 都放轻松 感觉我们的体内 像 肥皂泡一样 是空心的 是空心的 透明的 透明的 所以 我们的 胸部 腹部 背部 也 比较容易放轻松 我们 我们 背部 是刚刚好的 挺直 没有太直 也没有太怂 我们就以 我们的老 我们的身体 当做自己的老师 也 也就是 他会告诉我们 这样做 是舒服了 这样做 是刚刚好 所以我们 挑一挑 脚部 腰部 也放松 两只脚 大腿 小腿 直到我们 十指 脚趾头 都完全 放轻松 我们的手 怎么放 脚 怎么摆 都可以 全身 都放轻松 然后我们来 深呼吸 两三下 让我们 身心 感到 更舒服 更轻松 我们来 又深 又想 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 地 吐气 再一次 最深 最深的 吸气 再慢慢 地 吐气 当我们 吸气 的时候 气的 中点 是直接到 腹部的 中央 那里 也就是 在我们 身体的 中央 处 当我们 吐气 的时候 自己 也可以 感觉到 我们 我们 把 内在的 紧张 所有的 过 爱 压迫感 宣布 都排 出来了 一点点 都没有 留在 里面 宣布 都排 出来 现在 只剩下 舒舒服 的 感觉 失败 失败 的 感觉 而已 我们 再一次 最深 最深的 吸气 然后 再慢慢 慢慢 地 吐息 感觉 轻松 舒服 然后 我们 试着 想一想 现在 自己 感觉 好像 坐在 宇宙的 中央 那里 在 在这里 一个人 坐着 休息 休息 在这里 没有任何 人 事物 我们就在 这边 休息 一下 感觉 感觉 好像我们的身体 也会慢慢 地融化 跟周遭的 环境 融合 成为一体 感觉 身体 都不见了 我们感觉 现在 好像我们的身体 都 轻飘飘的 我们的心里 也是一样 我们感觉 轻松 舒服 因为我们 也把 所有的 念头 都放下来 那些 重重的 念头 也就是 跟 人 事 物 工作 教育 家庭 等等 杂念 我们 全部 都 放下来 都放下来 因为 现在是 休息的时间 我们就把 那些 念头 都放下来 当我们 当我们 当我们懂得 放下 自然 而然 我们的心 可以体会到放松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方法 我们 只是放下 我们可以体会到放松了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放松了 然后我们把心拧静 在舒服点那里 哪里舒服 就先把心放哪里 我们就没有担心 这一点是不是舒服点 我们只要自己认定了 这一点就是舒服点 这样就可以 我们满意的那一点 把心放在那里 感觉可以让它持续下去的那一点 就是舒服点了 我们把心拧静 在舒服点那里 我们的心轻轻地碰出舒服点的时候 感觉很轻 很柔 也就好比我们看到 羽毛 从空中 慢慢地飘下来 慢慢地飘下来 轻轻地 轻轻地奔出 水面上 就是这么轻 这么柔 然后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这样宁静 当我们这样宁静的时候 轻松舒服的感觉 会慢慢出现 自在的感觉 也慢慢增加 自在的感觉 舒服里面 还有更深一层的舒服 自在里面 还有更深一层的 舒服 自在里面 还有更深一层的 失败 失败 失败的 好像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都能吸收到 这么舒服 这么轻松 的感觉 越做越松 越宁静 越快乐 失败 失败的 我们慢慢练习 现在没有跟任何人比较 没有跟任何人竞争 我们完全都是 完全都是跟自己在一起的 休息而已 失败 失败 失败的 做好 接着就请大家 各自 练习一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后 发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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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一切众生 我们静静地动念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就会慢慢 能够符合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再扩大 能够符合着 我们整个家庭 再扩大 我们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它们能够离苦的乐 那个众生正在快乐 我们就愿它们更快乐 愿一切 我们是一种的侯一种的侯一种的侯难者 所以我们以慈悲心来看待它们 我们也愿 也愿意不愿意的不愿意的不愿意的过温柔 能够等自己与他人的善知识 智慧圆满 众生只教善友 善知识 都没有教任何恶友 损友 也远离所有的恶人 只遇到善人 我们也愿自己 在色彩能力彩 涅槃彩都圆满 我们也愿自己 当修行静坐的时候 能够早日证得 内在的法神 然后我们就把 今天所修的功德 供养 给每一尊正等证 能够早日证得 所修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已经过世的亲戚朋友 愿他们 有更好的生活 能够准时到人世间 来修功德波罗蜜 然后接着 我们就在舒服点那里 轻轻柔柔地发为善的愿 优优独播剧场 请大家以追发四得心 互相随四功德 在1997年 那个时候 老人内已经 88岁 老人内没办法 潘腐 比静坐了 因为身体在各种方面 筋也僵硬了 所以 老人内只能躺在床上 然后就入定 意念到功德 老奶奶跟师者们说 奶奶有修功德 有供养解释 有供养功德意 所有的功德 所有的功德 老奶奶都准备好了 时间到 老奶奶就走 然后那一年 身体 老奶奶的身体 也越来越来越衰弱 要进进 除除医院 那一年 住院 比较长时间 大部分是住在医院那里 有一天 那个时候 老奶奶正在 掉点滴 罗帕他们 是有法圣师傅 找到 进来 贪团 扑 如果 你们 贪团 你们 贪团 扑 应该 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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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弦破它们是由它跟了奶奶说 奶奶 你连续地进入到内在的佛像 更神一层的佛像 这个是精通法圣法门的人 两个人谈话 两个人知道对方在讲什么 然后在哪里看得到 我们的陀佛像是由来 在哪里看得到 你连续地进入到哪里看得到 然后就会找到哪里看得到 然后呢 我们的陀佛像是由来说 然后哪里看得到哪里看得到 我还没有出现的 那个时候你也生病 你住在一个地方 我走路去找你 去跟你见面的时候 我都没有问你 病情是怎么样 但是一直问 静坐到这里了 接下来是怎么做 那个时候 大人来也是很冷 就把面被盖盖到头部 当 人破头他妈这样问 他就把面被拿下来 然后就回答 接下来要这样做 人破头他妈就把这个故事 再一次 捡给老奶奶听 老奶奶就微笑 好象感觉很发喜的样子 当人破头他妈是有要离开医院之前 他就跟所有的侍者讲说 你们要好好地照顾老奶奶 老奶奶就像设立塔一样 老奶奶的体内 内在有很多很多佛像的 也就是体内有很多发生 所以事者们就很发喜 他们就愿意尽力尽心地照顾老奶奶 不过当老奶奶的身体 慢慢地好起来之后 老奶奶讲了一句话 她说 奶奶想回家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明天要继续听了 今晚我们必祝福大家 祝大家 身心愉快生命光明 早日正得内在的法神 祝福大家 晚安 明晚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